这个逻辑函数里面 第一个呢 先试一下 第一个就是把这个也稍微放大 因为这个字可能太小 因为我们在投影 虽然设备上已经算蛮好的 可是 就是还是会有可能字 还是太小了一些些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综合评定 第一个这个逻辑比较简单 它只要合格跟不合格而已 或者及格不及格 那我们 直接就是 先插入一个那个函数 游标一样放在F2 F2 然后呢在 那个 选择那个逻辑部分 逻辑里面的找到if if之后一样会跟你要三个资料 三个资料 那 再来的话呢三个资料反正你就是 它有点像问答事的 他问你问题你给他答案 结果就做出来 所以你 慢慢习惯就是说这个视窗 当然你也可以从头打到尾 不过我觉得这个视窗的好处是 它可以帮助你 就是 预先大概知道一下你做的对还是不对 如果你自己从头打到尾 你做错你也不知道错哪里 那 你可以移动它 移动之后的话 再 那个 确认一下说你那个资料 来源到底是不是 所以第1个 他逻辑 逻辑要做什么呢 就是判断平均成绩 他是不是 大于 等于 大于等于 60分 如果是的话呢 那就是合格 反字就不合格 所以是 那这个是 我把这个 合格打上去 反字呢 就是不合格 所以我就输入合格两个字 那特别注意 你输入合格之后呢 前后 其实可以 不用加双尾号 为什么因为你移开 自动会帮你加 其实他蛮贴心的 会自动帮你加 所以呢 当你可以自己打 也可以不自己打 我习惯他会自己帮我加 那我就可以怎么样 就不用加了 理论上他会自己帮你加上 双尾号 这是他比较贴心的地方 那但如果你自己打 打那个公司的话 这个 前后的双尾号 要必须自己打上去 好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箱下填满 合格不合格就做出来 这第1个 第2个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多重 多重的逻辑跟刚刚不太一样 刚刚是合格不合格两个 刚好两个对应底下 True跟False要有两个格子 可是问题呢 如果我今天要把逻辑改成ABCD的话 那这里的话特别注意喔 你的逻辑可能要 跟他第1个一样 插入函数 找到IF 不过呢 特别注意喔 这个IF里面 他的做法呢 基本上 是 True跟False 可是问题来了 那如果A 做完还有BCD 然后呢 B做完了 还有CD 那这个怎么办 特别注意喔 这里面的话 所谓的多重 就是要做 所谓的 潮状的IF 所谓的潮状的IF 这IF里面呢 还会有IF IF里面呢 还会有在IF 所以喔 这个 不过你只要注意一下啦 反正方法 我大概跟各位 分享一下 1 怎么做会比较简单 1 你可以一样找平均成绩 先从上到下 所以呢 先抓住A 那怎么抓住A呢 就是他是大于 等于80 所以你先大于等于80 大于等于80的话是A 那就输入A 那可是呢 如果他不是大于等于80 有BCD的话怎么办 请你把游标放在False之后 再加一个IF 那再加IF怎么做会比较好 特别注意喔 请注意一下游标先放在 这个格子里面 如果你第二次使用那个 函数的话 特别注意不要从前面这边再加 因为他会把旧的盖掉 请你从后面有个下拉清单 直接从这边找到IF 从这边 点击IF 所以这里喔 特别有一包放在False 点击前面这边按一个IF 那你会发现呢 他会在IF里面再帮你放IF 这个时候你做什么呢 做B 那B的逻辑是什么 如果平均成绩一样 大于等于70的话 OK因为80的上面做完了 剩下B 那所以就是B OK 再来的话呢 这个格子里面呢 会有C跟D 所以还是两个对吧 如果有两个的话 一样游标放下面这个False 再点击前面的IF 它会在这个里面再帮你加IF 那IF呢 再做 B做完了再做C C的话就是 这个 也一样平均成绩 大于等于60分的话 那就是C 反之的话呢 那就是剩下来的 False 这个False的话 那就是D了 那已经做完了 D跟D就做完 这样OK了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有四个逻辑的话 那会需要 三个IF 最后剩下来就是D了 OK利用这样的方式 反正管它几个 你就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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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洋葱一样一直 一直一层一层 往里面做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很快 可以把需要的那个 逻辑判断给做出来 那这样的IF的做法 根据它底下的说明 它说那个潮状IF 最多可使用七层 我们已经用了一二三三层 所以还 最多啦 它可以做到七层 不过 理论上要做到七层的这逻辑判断 可能性会比较低 不是没有 但是如果说你遇到 要做八层的话 可能 要另外再 做 八层以上的话 你可能要另外再起一个另外栏位 可能就没办法 它这边有个限制 说明就是七层 OK 那我们做完之后 按确定 再把它向下填满 也许把它制装好了 制装就向下填满 那你会发现 这个潮状的IF就被我做出来了 那你可以在工作里面应该很多地方 会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 类似的案例出现 特别注意这个技巧上面 请特别注意就是 第一个 一定是先做什么 先做A的部分 做完之后呢 特别注意关键的地方就是说呢 在这个FORCE的地方 按一下 如果你要再加F的话 不是自己打 是从前面这边 点一下 所以 可能比较容易做错事 就是游标放这边 那插入第2次函数的话呢 请你从下拉清单里面找 再把这个IF 搬到 这个下拉清单里面 所以这边点击FORCE之后 再点击IF 然后就是做B的部分 做完之后再做C的部分 这样的话呢 最后做完 向下填满 这个多重的部分 就完成了 OK 应该没有问题啦 当然呢 那你也可以从头打到尾啦 不过如果你要从头打到尾 就要打这么一串 那这一串当然如果说你要一次做正确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所以一般的坊间的那个 像现在有一些相容于Excel 的一个软体啦 不过那些软体有些就没有那个视窗 你要必须要自己打 或者像你使用那个Google的 云端的那个视窗表 他也有相容于Excel 可是他也是没有跳那个视窗 那一样 也要自己打 像我有时候习惯 就是说手边不用那个电脑 在平板或手机上 也是一样 当然不过就是你要从头把他输入到尾 但是如果你 逻辑概念清楚的话 自己要把这一串打出来 也不是什么样的问题 千万就是不要死背 你要理解他 然后呢 慢慢你就知道 哪些地方应该要做哪些动作 习惯之后你会发现 在工作里面 处理资料 就会非常的得心应手 这一点我觉得蛮重要的 因为有这种能力的话 其实 在工作起来 其实就会非常的 感觉非常的惬意 好 那再来的话呢 请各位 如果这个一幅部分 我们刚刚主要是加一个多重 那综合评定那个合格不合格 非常比较简单 主要是多重的A B C D 这个 逻辑我想请各位 自己再试试看 那或者是说 可以的话 你可以找其他 你工作里面会遇到的情况 一个多重的这种逻辑判斗 反正你大概多做个几次啦 一回生一回事 这些东西其实关键就是在熟练度啦 你熟了之后说真的这等于是你工作你自己的一部分 那也没别的訣竅啦 说就是比你熟就对了 那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有些人做起事来非常流畅快速 他就是因为比你熟嘛 好那 再来的话呢 再看那个综合练习 这一题 这一题的话基本上就是我刚刚讲联集跟交集部分 联集的话就是 他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如果说你今天是联集式 他一定是 过轻 或 过胖 啊这边有一个5% 这边有个-5% 上面的就是要增胖 下面的是要减肥 中间的当然就正常 那逻辑呢你可以用偶尔来做 其实也可以用and来做啦 如果用偶尔来做是这个或这个 那不包含中间的 那如果是and的交集是 如果这个以下 而且是这个以上 他有个交集 那表示是标准 所以这一题 有两种做法 一个是用and 一个 一个是用偶尔 两个都可以做得出来 那我做一次给各位看 那其实基本上逻辑判断 不外乎就多重 那不外乎就是联集跟交集 或者是说呢 多重里面还有联集跟交集 那 一般工作里面不外乎都是这些啦 所以说你可以把这些熟练之后的话 我相信呢 无论在复杂的工作你也可以很快的把它做完 那第一个请各位先把那个多重的部分 再练习 那待会试试看 有没有办法先用